饭店柜台人员没有戴口罩 来到另一家旅馆也是一样 旅客柜台完全看不见口罩 这是在美国安哥拉制和芝加哥的旅馆 但还不止这些 镜头拉到欧洲阿姆斯特丹机场 接驳人员还有穿着荧光背心的地勤 没有一个人戴着口罩 就像是回到了疫情前的光景 但明明第二塔病毒还在全球肆虐 这样外战的日常 让国际航空的机师们很忧心 就是会变得很紧张 因为不晓得可能在某些部分 我可能就会容易被这些飞沫所感染 我们希望要求指挥中心这边派遣防疫官 跟我们一起到国外去 帮我们重新的再审视一下 不只是频繁执行的机组员 就连一般旅客在国外返台 一样会遇到属于防疫的外国人 就算返台隔离14天 现在也被挑战 世界各国居家转移隔离的期限 有从10天到21天这样 第二塔病毒在许多国家的流行的过程 就让大家会检查说 到底几天的隔离就好 万方医院医师潘建志指出 第二塔变异株曲线往后扩张 病毒存在体内的时间变长 有学者认为隔离期要从14天延长到18天 美国CDC报告也指出 第二塔病毒的脱落期达到了18天 比起过去其他新冠病毒的13天还要长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系主任瓦赫特就指出 这也将对14天隔离措施造成挑战 不过也有医师认为病毒后期已经不具传染力 14天的隔离期够不够引发一界不同解毒 三宣人张旭请调导 冲第一剂疫苗涵盖率 但赶不上Delta双北横行 国外研究只打一剂 对抗Delta不够力 政策跟Delta比谁快 但成年人重症几率远高于右头 目前台湾库存疫苗BNT93万剂最多 有医师认为长者成年人混打 尽快补足两剂需求 才有本钱对抗Delta 新英格兰期刊发表 目前国内最多人打的AZ 对抗新冠病毒保护力有76% 但对抗Delta仅有30% BNT对抗Delta变异株 一剂保护力同样有限 不过完整接种后 对抗Delta AZ保护力有67% BNT逼近90% 莫德纳对抗Delta 加拿大和美国诊所研究 第一剂保护力有72% 第二剂保护力有76% 可见第二剂重要性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也忧心 未来可能的防疫破口 希望政府加快BNT疫苗检验 及接种程序 尽速施打 Delta无声无息在社区肆虐 只求赶快打到疫苗 不幸确诊 至少不会重症 三星文在京宣安保台北报导